作曲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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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希望這一次的反彈琵琶比第一次的版本 要更連貫一些或帶入性更強一些 完整一些 成熟一些 然後至於怎麼樣去演這個節目的話 我覺得首先是 自己要真的是有很強烈的帶入感 把自己當作壁畫上面的反彈琵琶 其次就是和音樂場地道具的運用配合 respect&字幕生意一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